验证机械能守恒的实验装置你已经知道了 这次咱们接着做数据处理 咱要验证的是 重锤的重力势能减小等于动能增加 也就是mgh等于二分之mv方 把两边的小m阅调 只要验证gh等于二分之一v方就可以了 这就需要测量下落距离h和顺时速度v 速度v咱们以前学过 利用云加速运动中 终点时刻的速度等于平均速度 因此要算某个点的速度 就在它前后各取一个点 计算这一段的平均速度就可以了 也就是用这段距离除以时间 距离好办了 两一段就行了 时间是多少呢 由于打点计时器 接在50赫兹的交流电上 打点周期就是0.02秒 因此这两个点之间的时间 也就是两个打点周期 一共0.04秒 时间和距离都有了 就得到这个点的速度了 那这个点的下落距离要怎么测量呢 也不难 测量纸带上 从这个点到起点的距离就可以了 等等 纸带开始的地方 怎么有这么多点 哪一个是起点欧呢 想一想 这些点之所以密集的集中在一起 是由于实验时 先打开打点计时器 再释放纸带 所以开始下落线就打了很多点 明白了这一堆点的来源 那怎么分辨出起点欧呢 可以通过起点和第一个点之间的距离 来找到它 使用自由落体运动的公式 两点间的时间 刚才说过是0.02秒 因此距离大约是两毫米 也就是说 咱们在纸带上找到相距大约两毫米的一对点 其中前面的这个点 就可以作为物体自由落体的起点了 有了起点 量出它到要算的点的距离 就得到下落高度H了 实际操作时 由于需要对多个数据点进行测量验证 往往采用一次测量读书的方法 也就是把科度士零点与起点欧对齐 然后一口气读书所有要测量的点到起点的距离 至于测量速度要用到的S 用这两点到起点的距离相减就行了 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减少读书误差 我还要提醒你一下 选择测量点时 由于最开始的点比较密集 不容易测量 因此可以从某个比较方便测量的点开始 连续去五六个点 测量完成后 把这些点到远点的距离和速度填入表格 接下来就可以验证机械能守恒的式子了 这就需要分别计算每个点的GH以及二分之一微方 别忘了计算时G要去9.8 如果这两列数据对应相等 就说明物体在自由落体的过程中 重力势能的减少等于动能的增加了 不过多数情况下 由于摩擦阻力等原因 重力势能减少都会大于动能的增加 因此这两列并不完全相等 此时还需要计算一下实验的相对误差 也就是用这两个数的差除以其中一个数 看看误差百分之几 如果有数据的时间误差特别大 可能是出现了错误 你需要仔细检查一下 以上就是验证机械能守恒的数据处理 处理指代时 通过找到距离两毫米的点 来确定起点O的位置 然后用刻度尺一口气测量出 所有数据点到O点的距离 使用测量数据得到每个点的高度和速度 最后带入表格计算GH和二分之一微方 验证二者相等 如果实验结果不严格相等 还要计算相对误差 看看误差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你都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就去动手做一做吧